首先我觉得紧张的 伊博也好 伊心哥也好 汉良哥也好 我觉得很强 一直以来给我当下那个感觉 我会觉得紧张是紧张的 当然怕自己发挥的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有这样厉害的人碰撞 我才能进步 平时可能除了录节目 除了做音乐 因为跳舞的时间 我都要平均 不可能24小时都在跳舞 所以呢 这一次节目对于我来说呢 在那一方面可以锻炼的一个时间吧 我觉得 书OK的 我自己觉得 不是说你怕就不会来 有书才会更珍惜赢吧 这是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游戏 任何游戏你都是有输有赢的 输不代表你把一切都输了 但赢也不代表你赢了一切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这一轮赢 我在乎 但是不是我最在乎的一点 我最在乎的是 我通过这一轮比拼这个游戏 我学到东西了 我以前运动员的时候也是 谁不想赢呢 那肯定想赢的 但我爸从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输赢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输 你要知道你自己输在哪 这样的话 你下次就可以一次比一次更好 在舞蹈里面battle呢 你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你可以选择你的排兵步骤是什么 你的策略是什么 拿上场去背 但是呢 你可能没有选择对你的工具 我是想那时候把那个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创意作品 我想给大家看 我小说其实是很在意的 我那时候我刚开始基建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以前有一个名字是 亚洲第一建 他是第一个中国人拿亚运会冠军的 男子配件 然后那时候呢 我身为他儿子 我会觉得 我不可以落下来 然后我就很在乎输赢 我每次输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在更衣室 我打墙啊什么 就是这样的 就小时候会这样 然后爸爸每一次都跟我说 赢的是你的 输的是我的 有一次我好像太离谱了 我把整个面罩甩破了 然后爸爸那时候就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句说 你要知道自己输在哪儿 不然都还你输一辈子 这样 我特别想准备 但是我现在一年里面 半年的时间在国内 半年的时间在海外 因为我还有我团体的活动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回来准备的时候 我所有东西都是在隔离的时候准备的 那时候刚好也在海外打完歌 然后就是回归完了以后就回来隔离 有打破自己吧 打破自己本来的安全区 打破自己本来的舒适区 这个我觉得很难得的 我也没有录过一个节目是这样的 通常上任何节目的时候 可能我本来有的能力 或者本来有的货 我会拿出来 或者什么什么 但这个节目会让我 所有的货都放出去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再去营造这个新的货出来 It's always challenging my limit 这是我真的感觉到的 已经这个墙已经到底了 没有东西在前面了 然后再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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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很深 原来知道 我还有这么深 就是这种感觉 首先舞蹈这方面 已经我很开心了 因为可以突破自己 这是第一 第二你说其他方面的话 演戏的话 我也会有这个想法 就可能有机会 看机会吧 因为我相信过去 应该还蛮多事情 有的但可能不是 我自己比较爱的那个类型吧 我对我自己比较了解吧 我不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每天 在做自己爱的事情 做音乐 比如说这一次跳舞 就每天在做自己爱的事情 演戏我是想的 我想尝试动作跟打斗的 一心哥跟我说过一句话 第一 咱们也不早了 我说我说话 哥我知道 我觉得希望可以自己有能力 有体力的时候把它都做出来 而不是等到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心无力 虽然很多人觉得 你是不是还年轻什么的 还小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这个年纪 也不年轻也不老 刚刚好在 我自己觉得在中间 可能我几年前 我连续几天 可能睡几个小时 我是都OK的 但可能现在的话会觉得 也不是说不OK 就比那时候 会有一点点有心无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最近也在 补一些保养品 早上我会吃一勺蜂蜜 这蜂蜜不可以放冰箱 不然的话它的营养没了 然后呢就会喝一个 在上海的时候 就喝一个泡一个热的 那个玉米茶 等一会儿 然后就可能吃个沙拉 喝鲜榨的果汁 喝完以后就吃那个维他命 维他命C 益生菌 Vitamin D 还有什么来着 哦大蒜 大蒜片 一定要消毒啊 还有Omega 3 吃完有时间去晕个洞什么的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有两个人 我希望在这方面 我可以成为他们的 一就是和两个 我希望我可以到这个阶段 我也可以继续燃下去 继续热情下去 第二个人就是我海外的老板JYP 他也是就是这个年纪了 他唱跳整个演唱会下来 没有休息 就是我希望我到这个岁数 我还能吗 我希望我能 第一是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 第二是我也想全世界知道 我们亚洲人 我们中国人也在做不一样的东西 也在努力这一方面 就好像我上一次有一首歌叫 Hundred Ways 是有一个中国风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但我大部分的MV都是我自己写剧本的 找一个懂我的导演帮我去拍 一个厂牌也好 态度就是It's everything 我每次都会说的一句话 是了解自己 然后做属于自己的历史 就是这是我 我从一个小孩到运动员 到去海外做练习生 再到回国 这一路里面我都是这个想法跟目标 因为我觉得在这每一行也好 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拿到的 你不可能我又要这个 又要这个又要这个 你有这样这么乱的想法的话 你最后啥都拿不到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自己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要具备有什么样的能力 去执行这个东西 你需要什么样的team 你需要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最重要的 不可能拿到所有东西的 身为歌手 身为歌手 是一份工作 但是我没有一刻是觉得是在工作 because I love it 另外一个比喻是 学校里面你做功课 我是一个等到deadline才会做的人 或者不做的人 对于是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一个message 但希望大家不要学 但反正我是这样的学生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了解自己 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想把它做到极致的 没有人会逼你去做这件事 你自己就会想去做 我觉得休息的空间 不管你是酒店也好 我睡的地方 就那个空间是我 应该是最舒服 最relax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希望每一件东西都是 整整齐齐 香喷喷 软软的 很有盛序的 很nice的 这样的话我才会软下来 我个人感觉就是我 就除了爸妈以外 我最感恩的人 因为一开始从没有人知道我 到慢慢开始 哎这个人是谁啊 他们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 所以我是特别感恩的一个想法 我可以说dare my blood 他们是我的血 因为我以前去哪里都是弟弟 但现在看到很多弟弟妹妹 而且又很强 你明白吗 所以我就觉得 哇哦 我希望这个generation 是给到全世界可以看到 而不是只是在我们这里 我希望这个 quality 是可以给全世界看到的 会有忍不住想要跟他们分享说 你看我过去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碰到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解决 可能分享一下我的故事给他们 但毕竟我经历过的东西 天使地理人会也跟他们不一样 但可能会给一些意见吧 因为现在你看social media 新媒体啊什么的 一直在变 但我也希望他们 包括我自己 这里要清楚自己要什么 而不是被很多东西影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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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